目前爆炸头被逼到绝境 不惜指控巴哈马在该公司申请破产后 曾命令我入侵FTX系统并将资产转移至巴哈马官方账户 为此我特意将律师更换为父亲的同事 以调查FTX崩溃整个事件 不过巴哈马证券委员会发布有关声明 表示一切合理合法 爆炸头的指控没有法律根据 我们有责任转移这些数字资产以解决债权人 客户和利益相关者的问题 FTX新任首席执行官John Jay Ray三表示 爆炸头对于内部管理相当混乱 我们在做重组工作时就是简单搜一搜 就发现了一个离线冷钱包约7.4亿美元的加密币 FTX集团资金也都用来为员工购买房屋和其他个人物品 一些房地产甚至是登记在员工个人名下的 Coinbase则趁机在WSJ刊登整幅版面广告 主题为相信我们Coinbase表示 数百万用户把金钱和信任交付给爆炸头这种不负责任的人 用户完全被利用了 而10年以来Coinbase一直致力于成为最安全最合规的加密平台 现在是时候建立一个监管框架 优化整个加密体系了 BitMEX创始人Arthur Hayes也表示 爆炸头只是一个西方老牌精英认可的人设而已 他通过一系列拉拢行为 将大量西方老牌金融精英拉上了FTX的马车一起坠入深渊 马斯克更是直言不会表示爆炸头完全是无效的利他主义 但传统媒体老实宣扬爆炸头是利他主义 这很容易引起误会 与老实媒体相比 在推特上有关FTX崩溃的报道无比迅速 而且质量更好 爆炸头种种行为人人得而诛之 大家都是一面倒地批判他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关注留言我们